我是一位日本姑娘 對中國文化非常喜歡 像我這個衣服的話 就是以前我媽媽穿的 就是我们当地比较传统的苗绣 苗绣是比较花时间的 要一针一线 这个叫剪子绣 也可以叫包姜绣 这个叫马尾绣 这个就是沐反的 就是我们苗族的梯婷 来到我们发布村 一定要穿我们的苗族的服装 体验一回住苗族女孩子的感觉 刚才我在外面看老师在绣 老师在绣什么 我绣的这个是这个马尾绣 红色这里 它其实是我们以前天使的历史 这就代表着我们以前走过的那些路 弯弯曲曲的那些路 我们看到每一样东西 蝴蝶 鱼 凤凰 小鸟 花 我们的可能都会用这个刺绣来记录下来 这一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尾 马尾 你可以试一下 好 对 然后 从 就从挨着它的旁边 旁边 这个地方 嗯 嗯 嗯 逗 就错了 错了 错了 你看嘛 你看 每一个针角不要有缝隙 起针和落脚都要在同一个位置 每一个针很密 很平整 嗯 就是要恒亮 拿针什么的都在日本学过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拿 我从拿针的方式就不对 马尾 歪了 它 嗯 倒结的 不弯的 不是直的 是吗 走着又弯又走 到这里又大 到这里又小 哦 嗯 这里拉得太紧了 一根长 然后一根又短 哦 嗯 嗯 最基本的都没有到的 我找不到我那个马尾 是吗 在这里 掉出来 你刚才说的这里就是全废了 哦 那需要全拆了 然后重新开始 重新来一遍 太难了 因为这个苗绣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每天就是在这样 天天练习 边绣边哭 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工的东西 手工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会有这些做的人的心血也在里面 从以前迁徙传承到现在 是代代相传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不能丢失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要把这个传承好 虽然说看着它是简简单单的 这种小花卉 这个也是我们本民族 对大自然的一种热爱与保护 所以呢才会把它记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现在关注描述的人越来越多了 觉醒描述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不仅是我们自己本地 还有呢就是我们外国的朋友 像这位小姐姐的话 她是这个韩国的 是言 是越南的叫洪容 是越南的叫洪容 这是越南的叫洪容 我对苗族比较好奇 因为我国家也有苗族 当时我不知道 两个国家的苗族 有什么不一样 我遇到了一个 来自贵州的朋友 他跟我说 苗族的苗秀非常有名 我们拿针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针很短 在韩国只有一个民族 叫韩民族 在中国有很多的 小数民族文化 苗族的有特色的复杖 对我印象很深刻 现在我们家乡这里 就是改变了很多 而且我们这个苗族 也是有了一个 很大的改变 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很多村民都在做这个事情 如果那个苗族有点打结的话 你这样子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嗯 它就不容易打结 那这个我回到日本 我自己 要是有个图案 我自己可能也会 我选了一个紫色的线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紫色 然后这个是我绣的作品 我选的原色是青绿色 虽然我绣的速度比较慢 绣的过程中 静静地安定下来 这就是我绣的一个作品 我选择了粉红色线 黎生满 就被粉红色系 我很享受自绣的过程 这是我的作品 老师 我们绣的这个作品 可以带回国家做个纪念品吗 可以的可以的 谢谢老师 我带送你们一个人个 谢谢 谢谢老师 这种小挂件 小香包 很小的一个 但是上面又有我们自己 本民族的这种刺绣和烂扰 这种东西呢 它也能够很容易地就带走 所以我们慢慢地就开发了 也是很多种种的衍生品 小商品 这个包是纯手工的 上面也是加入了这个刺绣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包 哈喽朋友们 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来了 三位外国的朋友 现在的话我就让他们 跟你们说一下 他们学描绣的这个感觉 描绣不是一个特别简单 而是你需要耐心 然后去把心静下来才能做一个美好的作品 这一个一个小的华文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含义 然后都有历史心都有很特别的感觉 所以我很非常有幸 我刚才给我妈妈的电话 她对苗绣传统的衣服 这个苗旧非常感兴趣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带妈妈过来 然后体验一下 哦可以可以 谢谢 然后谢谢大家的喜欢 希望就是在国府这个基础上 我们苗绣也能够变得越来越时尚 其实苗绣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它是代代相传的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生命去延续 就像总书记说的嘛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把它做成世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